其實是有一個步伐與距離 那等於是正面贏球的情況下 還可以找到這個陳彥平去做分球 可是相對來說花蓮這邊就比較不同 來看一下黎一文這一球 哇這個傳球機會漂亮 好的一個疊架了看一下這一次劉一芳 傳中 喔第二個門主機會來了頭槌 哇 幾乎會是他們商廷補時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攻機會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中場的這個傳接球 似乎台中籃球這邊並不是在跟上個賽季算是同個檔次 這一次曾蘇爾的一個遠射 這一個射門 可以看到這個角度有什麼樣的一些不同 來看一下這一次 曾蘇爾非常漂亮的一個加速度 而且節奏上的一個變換 來看一下現在傳到左路之後 來看一下這一次左邊上的一個接球 就只有碰撞上然後馬上出現犯規的情形 哇就是這樣子進了 哇 這個來的一個變故又是太快了 但這一次也可以看到說這一次的一個傳中球 其實讓前鋒線上面很精準能夠順利的倒球到前場來掌握球權 我覺得這個部分花蓮可能要想想前場進攻能力 組織上怎麼有手轉攻來創造出好的威脅 對我們剛剛看到曾蘇爾這個頭頂真的太漂亮了 其實國內的女足選手確實是比較少具有這種充頂能力的 這也是我們可以加強的地方 陳彥平小秀一下腳法 想要再交給從後插上的曾蘇爾 不過剛剛曾蘇爾想要加速 但似乎好像跟隊友的意識並沒有 在從個慢慢的轉換跑道的一個情況下 在這個賽制 並沒有在台中南京的大名單裡面 先看這一次 基本上我們這一次的一個 上門界球進 被約位的一個位置接握到田中美合的這一次的一個傳球 你可以看到說在過程當中 在台中南京的中間場方面 在台北熊站會變成唯一一支沒有輸球的隊伍 現在看這個球 曾蘇爾再進去了 射門了 有沒有 阿也被擋下 阿也被擋下